川普用一封信分手金正恩路学者 无关北京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取消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 先前还暗示中国从中作梗 对于这种说法 北京学者表示没有道理 并指川金会告吹 主要还是美国内部的阻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金灿荣 今天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表示 北京是很真诚的希望川普和金正恩能直接谈 若能解决问题那最好 解决不了 如果矛盾能够缓解一下 那也挺好 他说 无论从哪个角度 我们北京都很支持 对于川金会破局出现北京因素的说法 金灿荣表示 末有道理 现在出现这种说法呢 是因为美国方面要推卸责任 金灿荣分析 川普当初在未与幕僚商量的情况下就冒然达硬要和金正恩 美国内部对此批评声浪颇大 建制派很不满意 加上北韩一些反应不是很恰当 因此导致川金会的告吹 他表示 川金会谈不成 主要原因还是他 美国 内部的阻碍 但是他 川普 又不能这么说 所以只能把责任往外推 金灿荣强调 中国这边莫有任何理由希望这个事搞坏 至于有分析 只川金会谈不成可能影响后续中美贸易谈判一事 金灿荣说 贸易战和朝核 朝鲜半岛核问题 是不挂钩的 说中国方面把这个联系起来打牌是莫有道理的 他进一步表示 这件事不影响中美贸易问题后续的谈判 贸易战已经告一段落了 川普在24日给金正恩的信中表示 由于北韩近期在声明中展现出极大的愤怒和公开的敌意 他将不会出席原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 据美国纽约时报 川普指的是一名北韩官员最近已无知和愚蠢形容美国副总统彭斯 金正恩今年以两度到中国会县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川普曾表示 习近二会后 金正恩的态度就有点改变 我不喜欢这样 并暗示中国从中搞鬼